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個星期亦有很多事情發生 除了國際賽 亦有聯賽 未來歐冠分賽正式開籌 今天先講英超 今年自己覺得相當精彩 近日不開心也有 上一集也一樣 上一集也一樣 首先講英超 第二支是西甲 其他義甲的義甲都開了 有些新氣象 在某程度上看一看 其實義甲今年又似乎有些變化出現 當然講職聯都開了 但我們教的時間也會留意 先跟大家再慢慢分析研究 先講英超 英超終於萬聯開齋了 其實預期之內 一隊這樣的球 其實不是差到 連坤士帕羅朗都贏得 更覺得這隊萬聯的踢法 的改變 譬如有很多人談論 首先一個談論點就是 由3-5-2 轉做4-4-2 轉做4-4-2 再加上很多球員已經簽了下來 還有國際賽比賽日等等 經過一段時間之後 似乎這隊萬聯 其實開始比之前上力了 你覺得這幾個原因 有什麼原因令他好 其實是 如果坤士帕羅朗都贏不到 我想要打5級 也是的 其實 平心而論 這隊坤士帕羅朗 其實 又是那個老問題 始終我們經常講 現在英超很多球隊 往往升班 你又加一些所謂名將 老鬼 那些有名氣 但不能踢 那些 我自己覺得哈里納 是一個不錯的領隊 但是 有時候有些位置 我就覺得 是不是要再用李奧菲迪南 老實說 我覺得這個球員 高峰期已過 其實你現在一隊 老實說 擋得難聽一點 如果你說一支強隊 我要一個半個這些老象 都還可以 但始終坤士帕羅朗 亦都不是一支很強的球隊 其實他今年的人腳 真的不差 但踢出來 似乎是欠缺了 尤其是中路防守方面 似乎是挺差 所以其實 當然 輸球不可以全靠他 但是 如果你一支弱隊的時間 還要 這類這樣的 尤其是後防 跑不動 孫辛曼等等 這樣的後防 我就覺得更加難踢 當然 萬聯也有進步 我自己覺得 這場球 起碼有一件事 就是 重線預留 雲高爾 雲山試了幾場之後 法國三後 真的不適合打 英格蘭 金將 用了 勞組成 去了左閘位置 但是 布林特 可圈可點的這場球 似乎我們的推算是對的 他來到的位置 很多時候 兩閘推了上去之後 布林特就落去塞位 這件事 亦都是 雲高爾 善用布林特這個特點 那你對於迪馬尼亞的表現 那些球員的表現如何呢 你覺得 我覺得 我想現在布林特是扔了心口 那又不是 當別人不是星 誰知道原來他是星 那 我又覺得 這些東西 又不能扔不扔心口 等於 很多球隊 轉會 那如果從一個經濟角度去看 你問回我 我就覺得 迪馬尼亞是賣得對的 對 一來錢 已經翻了很多倍 二來 都是那句 在黃馬陣中 你很難立足的 首先又要好球 好球之餘 又要帥仔 又要帥仔 那種 你是很難立足的 那變成 其實 我覺得 萬聯 當然迪馬尼亞 我都說了 不需要很多懷疑 甚至你今萬聯 現在 前場 我們一向覺得沒有問題 有馬達 有朗尼 有雲佩斯 還有法靠 坐在後備席 那 是沒有問題的 現在問題 只不過是 防線的問題 我自己覺得 審慎樂觀 起碼這場球贏了 就 叫做穩慕尚 還有最好的地方 就是他的賽程 萬聯 萬聯如果真的要說到 接下來的賽事 因為他不用打 歐冠 再者 他們聯賽 那個賽程 是比較輕鬆 去到10月尾 才對車仔 當然 我覺得 不可以小看他們 其實是一場 10月5號主場 對愛華頓 大哥 上屆被俄羅斯雙殺 對嗎 所以我自己覺得 但是暫時舒緩 但是又是 又是那句 是不是真的 那麼堅 其實下個禮拜 下個禮拜 下個禮拜 就會獲得得獎 其實是的 因為 對你才得勝 其實不是 而現在的萬聯 水準 其實近幾年 所謂的水準 就是不穩定 一場好 一場不好 他也經常是這樣 或者兩場好 三場第三場 也有 所以我自己覺得 現在的陣式上 似乎正在調控 還是 雲高爾正在調控 現在的關鍵所在 我回到前面 我就覺得不擔心 他打得零形中場 就是前線 雲佩斯 然後整個西班牙語系的球員 就是 俱里拉 迪馬尼亞 和馬達 但是防守能力 還是一個問號 老實說 布林特打防守中場 是有助的 我想這件事 不要說得難聽 我們這些難怪 講波羅都看到的東西 沒理由雲高爾看不到 對不對 防守中場位置 唯有布林特頂 然後拖後的時間 協防 布林特的工作 所以 現在甚至大膽說 整個防線 差不多最重要的人 似乎在布林特那裡 因為 那個 戰術的運用 戰術的調動 的填補 都是在他身上 那我更覺得 整體上 如果那場 對POPR 對昆士帕羅朗 你給幾個分呢 萬聯你覺得 十分 七分 七分半 也有七分半 那也尚算不錯 不過剛才再講回 對面手 就是昆士帕羅朗 其實我替他可惜 這班球 現在暫時還好 都叫做 還有三分起手 但是呢 其實這班球 是不頑皮的 但他真的要想想 怎樣搞 其實前線 都不錯 如果是中下游 他的火力 都相當強勁 尤其是 中場有 泰拉拔 又有摩洛哥 國腳 另外前線還有 智利國腳 華加斯等等 還有很多 不賽球員 全年都還加盟了 Cupila 是很昂貴的升降機 是呀 他自從 早幾年 當時的 鋼鐵大王 比亞道尼 買了之後 開始搞了 當時請了 保羅蘇沙 意大利化 但後期 還要更加 變成大老闆 但是呢 他就每次 就像阿近華一樣 昂貴的升降機 是白金升降機 是呀 他買的人 連英超的中游球隊 都不夠他來 聲味 我有個朋友 說笑 他很喜歡簽名 他說 不要請愛華頓來 不要請那些什麼 請一對 昆士炮囊來都夠簽 英超挑戰會 如果碰巧 不要降班 請他來就好 多少聲簽 喂 教練團有何度 很厲害 那些 連教練團 連球員 全部都有名氣 所以這件事 我覺得 今年英超 挺好看的 今天好看的地方 就是前線又前線爭 中游又中游一隊 還有下游 暫時看 今年應該挺混戰的 今年我看 有些少像去年的格局 都是去到尾段 才有機會 看到哪裏降班 今年也很差 紐卡蘇現在 西布朗那些 都不是預期那麼好 反而那幾支 星班馬 還有星有星 李斯達成 今年都還可以 搬離 就一般搬 我自己 熱門 就覺得搬離 和坤士柏 是穩膽 我自己覺得 阿近 你覺得 另外說說另一場 說說 阿仙奴對曼城 那場 有些什麼看得出來 你覺得 阿仙奴 那個進攻 就對半 但是 後方也是有問題 那場 如果先說阿仙奴 我同意阿近所說 那 他們其實那場 那場 如果以前列分子來說 尤其是過了國際賽比賽 再加上 歐館 但是這場的 強強對決 是很精彩的 很精彩的 很精彩的 多球入 兩隊是鬥功 還有兩邊 各有機會贏的 其實 某段時間 阿仙奴又領先 接著被人追回 幾乎尾段 又有兩三次機會 曼城幾乎是日 拿他命的 其實曼城贏 應該比較合避 如果把那些機會 他呀 臨尾就是黑仔 又中署 又中署 又炸糊 又被舒哲斯尼救到 幾個球 但如果整體看 阿仙奴都頗慘 首先 就是敵布基 要休息三個月 自己咬到 休息三個月 其實球員 反而 如果大家會可遠可點去看 究竟表現 就是韋碧克 韋碧克 好像對踢 好像 剛剛用 反而曼聯 他剛剛用 現在 我反而覺得 都有點移起出望 他現在的陣積 阿仙奴 就打4-5-1 那場對曼城 就用韋碧克 打最頂的位置 其實 艾斯山尼士 就解放了 打回後 和奧斯爾 但我反而 自己看了 幾場的阿仙奴 我覺得最差的 你猜是誰 我覺得 暫時 很強差 人意 我覺得奧斯爾 不是打得很好 不知道是否還在小一輩 那個狀態 還未回來 體能 還有那個狀態 似乎還是 相比之下 很多個 譬如藍斯 韋孫亞打得很好 連阿里斯山尼士 都打得不錯 開始佔入街境 但反而 是 奧斯爾 我幾 幾失望 或者叫失望來形容 但韋碧克 似乎 暫時 對嘴型 不過當然 打球 又不可以 看一場 我覺得 但以現在的打法 如果阿仙奴 立心要這樣 對強盤打 就 都是 化算的 如果這樣打法 都化算的 但後防線 又沒有了 近來的 阿近 現在他沒有迪布基 他現在 只是中路 根本只有 高斯爾 梅迪薩卡 最多是 加個張伯斯 其實他 後防線 人選不多 當然 你說左閘 還有基比斯 和蒙尼爾 可以爭位 但反而 是一個後防線 亦都可能 今年阿仙奴 又是最糟糕的地方 因為迪布基 傷了 現在根本都要 找人失位 而中路 若然說得難聽些 高斯爾尼 和 胡迪薩卡 有什麼不測 可能受傷 停賽 他很麻煩 所以 這場球 阿仙奴 都表現 其實我覺得上算合格 這場球 在季初到現在 打最好是這場 如果你問我 就打最好是這場 萬成 是不是今年有些下滑呢 你覺得 有沒有這種感覺呢 其實 不是入局主 都看過 款都好像 因為轉場市場 又不是大動作 其實今年 我自己覺得 有好有不好 以不變應萬變 大致上 譬如那場對阿仙奴的賽事 大致上 的人腳 都是原有的班底 但是 默契上 你有沒有需要懷疑 還有現在 萬成踢出來的組織性足球 是很熟練的 這件事 但是 有時候 會不會是 招數套路太 都是類似 被對方 都看到 猜到 那個因素是 耶托尼 他剛剛口小的 蛇樓掛下 可能是有些 戒題 那當然 那一場波 耶托尼正是沒有份 因為其實 耶托尼 有些傷在 而且那一場波 不是有傷 它是 非洲的 國家盃外圍賽 是 搞到大廢周章 搞到 遲了回去 周圍勞頓 簡直連 那個後備籍都沒有 但是 萬成來說 你不可以只靠耶托尼 但是球員 今年非洲國家盃 其實也很麻煩 不過 現在萬成 如果評估 他這對球 他人腳受影響 就不算很大 因為首先 他本身只有耶托尼 一個非洲球員 大部分都是歐洲 南美洲 當耶托尼要 踢國家盃 或者要踢比賽時間 現在陣中 還有球員 不過那場波 林伯特 披甲來說 對著阿仙奴 似乎 略嫌覺得他的狀態 不太好 所以打半場 就被娜絲爾入替 娜絲爾入替 變成了 萬成 那場波的中場 活力好很多 但反而 我自己覺得 挺期望 有一個人出現 就是 看看他什麼時候 有機會 文加拉 因為其實 中堅位置上 暫時都是以迪米智利斯 和金賓尼 擔正 所以文加拉 暫時都是擺在後備籍 我自己覺得 萬成其實 要多些範疇 今年他 都要就住 就住 來買人 沒辦法 但問題就是 你勢力 你好波 但似乎 有些現在的對手 都好像跟你已經看通了 有一點兒 我自己覺得 是 所以 就要在戰術上 或者運用上 是有些改變 其實林山鑽會倉 放走了 離駕套會 會不會計錯 會不會 其實本來他是想想買 發卡奧 其實 我自己覺得 我也跟你有 類似的想法就是 我覺得 其實他們應該 是有機會再買一個前鋒 但問題就是 如果你放離駕套會 其實現在 現在前線的人腳變快 也不算很足夠 因為 畢竟阿古路 和直施高 即是前面來說 另外 他有些 之前留在這裏 那些球員都散了 尤其是古迪堤 那些全都散了 就借了出去 或者轉了會 所以 其實我自己覺得 現在萬成 無論如何都好 不過 他始終的實力 以及他踢出來的表現 無論如何都是 英超其中一支 就是 前列球隊 問題就是 他又失了分 即是車仔又掩著 你老友 真的 我單先說車路士 說完這場激戰之後 其實 利物浦反而是 這個星期表現 最失色的球隊 即是如果你問我 強隊方面的表現 居然輸了給維拉 維拉反而厲害 維拉是四場不敗 三勝一和的成績 怎樣看利物浦 怎樣看利物浦 發生什麼事 你覺得 是 濕出球之後 一路都找不到方法 即是 進攻路 倒數拉龜 我自己覺得 利物浦呢 即是 那場球 就只是那種 發溫 發波溫 就是那些老毛病 來的 利物浦偶偶偶偶會發溫 即是 完全是 拿著那些空 插 插但沒用 你在外面猜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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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讓你拿到八成又如何 那個 控球指數 始終他的進攻組 已經曾經來過 上季 這問題很少 因為 蘇柯和 Risroren 都沒有 手刊有會出現在這種問題 但 始終 整隊球 平均年齡都年輕 你這樣打野球 有時 會 压倒 就越來越緊張 那幾個因素 首先 首先 因為蘇拉雷斯離世後 小歷史也是貴初 但他很不幸地又要養傷了 坐在看台 史達林因為他踢了兩場掛隊比賽 所以剛才這場後備先 其實巴洛迪利 我自己覺得暫時 阿羅喳士要想清楚 當有巴洛迪利來了之後 要他適應你的戰術 還是利用一套戰術 再互相配搭適應他 這件事是重要的 第二就是 個人覺得 利物浦暫時的套路 是有少少 插球是沒有問題的 但他要想清楚很清晰 去到禁區怎麼做 現在很多球隊 其實插球是沒有問題的 甚至可能亞洲球隊 日本插球都沒有問題的 但你問題是怎樣去到 禁區邊禁區頂 怎樣做最後兩下進攻 這是關鍵 其實利物浦的變化不大 例如當天他輸入球 他會用力氣臨拔下去 我贊成的 當時甚至是波連尼 但你換了寶連尼和臨拔下去 但你又不在哪裏出球 這件事我又挺有趣的 如果你既然下了臨拔 高大中鋒 中間衝 那寶連尼也是可以搶點的球員 換了巴洛迪利下來 為何不在兩邊起球 這件事我就覺得羅善士要回去想想 你經常空著空著 這球太迂闊了 到後來 整場球被維拉加拉 一贏了球就索了 在後面和你打 那你變了 這就是上年年日普 大家記不記得 上年日普 最後爭標到尾段 又是發生這個問題的 就是車道士 當時入了球球 就站在後面 你來啊你來啊 波連尼都說 其實我根本任你來 你來到就來 你來不了是你的事 對不對 你不能說我大巴 所以 你不覺得暫時 還未夠成熟去處理這類型的比賽 就是 現在 阿近說一句 以前你啊 一般人 大家和你鬥功 喂 今時今日害怕你 很多球員和你踢都是這樣 作下你來到 安非路 你贏了一球 你就拜拜 就是縮起後面和你玩 對不對 所以其實這件事 我想他要想得很清楚 那場球有幾個新兵 尤其是他表現 尤其是馬高域 我覺得暫時是未融入的 馬高域 他在哪裏發爛 即是和出球 各方面的配合 都還未做得最好 我自己覺得 真的要想想 其實人腳呢 就不是差的 李物浦普 即是今年的人腳 調動比去年更好 波連尼回來 李奇林伯 你又有 巴洛迪利 所以其實 還有我自己 是不是 即是我也有一個 當時臨場 有一個想法 我覺得 是否用巴洛迪利 不是換他出去 即是把巴洛迪拖後踢 做第二前鋒 是吧 即是林伯 就在前面衝 接著巴洛迪利 在後面側 還有 有一件事 如果巴洛迪利用得好 他的腳頭 他的能力 是可以軟射 其實很多時候 他打第二前鋒 後上 他的空位多 他的角度大 其實那個威脅力 是還有的 即是我自己有時 就覺得 巴洛迪利 不一定 下下一定要擺 正中鋒位置 即是這個球員 其實他的可索性很高 還有 有點而覺得 就 孤掌難明的感覺 就是覺得 Gottino 那天自己經常拿著 那球踢 就跟隊友的 互動不夠多 我自己覺得 還有 Liana 和Kinderson 我想都需要時間 即是這個中場線 暫時至少 都需要一個 時間去適應 究竟 分工是怎樣的 因為那場球 也挺麻煩的 就是說 即是說 說得難聽一點 即是季初始終幾場球 你薩拉蘭拿 搭馬高域 搭著 郭天奴 怎樣去支援前面 怎樣分工呢 這件事很重要 所以其實 今年你日報 我覺得 又是那句 即是 接下來就是歐冠 打到多少就多少 不要想太多 即是聯賽 當然就是努力 差前四 就是那句說話 就不要想太多 即是 反而平常心 我覺得成績可能更好 那 如果順帶 說一下 維拉 維拉 反而現在這個領隊 似乎是 找對了 我自己覺得 維拉領隊 林拔 其實是一個不錯的領隊 而且維拉 從來都是一支 尤其是近幾年 很多英格蘭的出炒 很多英格蘭球員 再加上 其實現在你不要說 即是說到英格蘭瓜隊 其實英格蘭瓜隊 我相信未來 打打打打 他真的 維拉有些球員 就算不走的話 是會有幾個都可能是 英格蘭的中流底柱 反而 譬如最近 學神都看準了 大夫 大夫中場的矮仔 就 踢國家隊 另外阿邦拉賀這些 都不用多說 其實這些球員 都可以多用 所以其實 都不錯 維拉 好 講講你老友 車路士 真的 真的 行不行呢 你覺得 這樣的踢法 我沒有看 我都是跟巴塞撞旗 我懶得看 即是沒有眼看 對 我都猜到結果 是嗎 你都猜到結果 我覺得 現在的車路士 我覺得有少少 甚至 如果你和我 比同期 即是摩連奴 在教皇馬 的時間 即是皇馬 對著車路士 我覺得這個車路士 好像更恐怖 恐怖的地方 在於 就是 真是 那個進攻性 那個侵略性 很強 是強得很交關的 迪亞古哥斯達 打到第四周 現在進了七個球 大佬 你想想 這個整個英超 有部分球隊 入球 一得隊 都沒有入那麼多球 現在車路士 四場球 有了十五個球 最 緊隨其後 即是 入球比較多的愛華盾 都是九個球 其餘那些 好像史雲斯 收藍盾 都是八個球 七個球等等 好誇張 所以我簡直是 迪亞古斯達 雖然那個入球 那些入球 都在他身上 即是入了一半 入了一半 但問題 不是全部都入了 還有那個影響力 不僅是在他那裡 現在最令人害怕的地方 就是 怎麼搞 你做參謀 我給你做 喂 老闆問你 怎麼搞 你覺得怎麼搞 很難搞 很難搞 他現在真的 即是 即是 你應該是大吉利次 你看一下 有哥斯達受傷 或者有誰受傷 停賽等等 這樣可能會好些 但英超真的不用想 我覺得英超更好看 是他二三四為之三 因為其實如果你看到 整隊球 現在是生了 當然 這場球 我經常都說 如果摩尼盾立場 我們球迷立場 他每場球都是進步之中 尤其是中場組織 見到 譬如奧斯卡的狀態 有一些回來 哈薩特 幾個球員 有些球員 當然不用說 法比加斯 馬迪 那些全部都入了局 那麼 不厭其煩地 賺了幾個球員 都是那幾個球員 但是你的後防線 當然我也是那句 現在七號世界的後防線 還有問題 但是 現在的問題 就是他的進攻 可以彌補了他的後防線 即是你就可以入 我給你入 這個時代 大家的後防都很淡 沒有說誰特別穩固 那倒是 其實 即使他兩個中間都不能夠 但其實他負擔得起 又是那句 第一他負擔得起 第二 他現在的陣容上 都可以用多些控球在腳 或者壓倒性的優勢 然後就算他跟你鬥工 就是看誰入得多 他一定入得多 他一定入得多 現在就是 唯一一件好事 就是幫西班牙國家 解決問題 還要 我也是那句 不厭其煩 你看看他的後備籍 那些什麼 法國部的拉美 拉美雷斯 甚至上年買的沙拉 韋利安 那些全部都還沒有出 阿菲利比路路爾斯 那些都放在後備 那些 即是你整隊 他的後備籍 哇 真是厲害 說杜巴最近有點傷 如果不是杜巴 就可以坐在後備籍 大哥 所以其實真的 車路士很厲害 如果你看回整場球 他一直以來 真是優勢壓倒性 他雖然輸 現在車路士輸進球 以前你都會擔心 哇 輸進球 對方死手 怎麼辦 但現在似乎 大家看著車路士 那個進攻能力 還有那個 組織製造機會能力 是很高 其實 第一格斯達的那場球 有了三個球 兩個球 是發比加斯助攻的 還有後備 入體的拉美雷斯 也有助攻 還有奧斯加 最後也是 交出了助攻 所以現在車路士的 衝前場 我自己覺得很可怕 再加上 我真的 賺過幾次了 今年就是 因為伊雲諾 今年真的打得相當好 但當然 我在賺這個 車路士的與此同時 都你不能抹殺 其實小雲斯算打得好 小雲斯真的 一來歷戰 你如果數人腳 他當然跟車路士相差幾皮 但是 今年開局都開得很不錯 現在剛剛才 剛剛輸了球 而且 如果你看回頭 他如果看回 一路小雲斯 這樣的踢下去 或者這樣的人腳發展 或者走勢發展 他 今年的成績 不會差到去哪裡 也不會 搞到說 談降班 那種 暫時看 如果路數是這樣的 他今年應該可以前列 或者甚至 作客去到他那裡 都應該會有一番作為 應該 那 覺得 都還是 現在還會周圍看 我自己覺得 我不是危言聳定 跟大家說 我真的覺得 可能打了一半之後 可能車好像拋離 不 展形摩尼路的作戰計劃 我覺得他通常都是 在季初 就是 他自己教了對抗會 就拜訪 跟著可能 到下半段 歐聯要衝線一刻 他可能會 放下水 但 都夠分 令到他 好笑 聯賽好分 這個 阿近說得對 其實摩尼路 也是很懂得計數的人 如果趁 剛剛歐冠 尤其是 捱一輪 首先 有幾個好處 首先 我真的拿了一些分數 起碼要排榜 首先 第二 還有 對於一隊球的磨合 和士氣是相當好的 如果你得到成績 你 求完的信心 在這裏 打歐冠 差很遠 所以 還有一個 叫失分的空間 你始終打歐冠 你兩邊 你稱 你稱那個 獎金 稱那個重要性 始終歐冠 都會著重一點 我相信 他現在 人生 其中一件事 的遺憾 就是還未幫車路線 拿歐冠 是的 如果他拿完 就很花費 真的 而且 看到安撒樂 先去一步 拿三個歐冠 他的責任器 可能有點不順 因為很多人出負 很多人 大家都可能 不在摩尼 可以拿三個歐冠 我自己也跌眼鏡 甚至 早幾年 我覺得 當時 在國米國 黃馬的時間 我覺得當時 黃馬的歐冠 應該是去拿的 誰知三年 都這樣 各有原因 是的 到今天 我不知道 可能大家有些人 不同意我 因為我經常說 一支球隊的好壞 其實不是這一兩年 即是不是說 即使是一個很厲害的教練 也不是第一年 那你如果看到 譬如說 車道士的軌跡 由車道士 其實當時 雲尼艾利 那時候 或者是 再遠一點 可能鼓裂自圍 已經開始變 然後雲尼艾利 再加速那個 即是再變得好些 那魔人道 將一來的時間 就是將一個 這樣的格局 再優化它 然後再調整 因為你即使球隊 你沒可能 不跟我說 我今天來 然後換了20個球員 然後拿冠軍 我就不太相信 這件事 那今時今日的 黃馬 即是去年 其實剛好 就是摩連奴 積落的 那些事情 然後發生了 不過他已經走了 其實安特洛提一接 其實他有很多戰術 都跟回他 根本上 上年都 那我自己覺得 真的摩連奴 這個心軟 我相信他應該會 即是會帶車仔 其實現在都承接 即是車道士 他走好之後 其實有變了多少 是吧 骨幹成員都沒有變 有幾個領隊想 銳耳想變 踢快的時候 都是很興奮的 根本上 是吧 他幫車仔拿歐冠 我根本的時間 是 那雲高爾幫萬聯 拿歐冠呢 哈哈 好 你覺得有沒有機 說一下 雖然今年沒得打 今不今年 難搞一點 也難搞一點 不是完全沒有可能的 但是就 雲高爾離開的士之後 就沒有什麼 勾配 其實有時候 我也是那句 就是 一個領隊 教國家隊 又當不代表 教球會好呢 有時候很有趣 我真的從來 就覺得 譬如你 希丁克 後期 我都發覺 如果你問我 希丁克 我也覺得 他教國家隊 比球會好 後期 因為年紀大了以來 即是 你球會 互相比較工作量的壓力 你的球會是便宜了一場 兩天後 根本 其實你都沒得再想 他輸不輸 你接著要踢下一場 你接著要踢下一場 你接著要休息一天 即是 踢完下一場休息一天 接著又要面對周日那場 即是 你的頻率太密了 你很多時候 要很果斷去改變 你要研究 以及要研究對方的戰術 你要很密集的 我想有些領隊 因為他年紀大了 或身體不太好 你不可能投放這麼多精神 這麼多的心機 我記得早幾年 尤其是去看一份報告 一個訪問 專門說英教人領隊 英教人教波 英超好 英冠好 很多領隊都血壓高 很多領隊都 有糖尿病 有心臟 又好像跳得快 心跳 失眠 脫頭髮 很多 甚至他後期 所以是有關注英格蘭領隊的一些 campaign 即是說 記住來驗身 書解一下 減壓一下 找一些心理醫生減壓一下 如此類推 很多個都是這樣說 嘩 頂不順 即是教了很多年之後 都說 雖然搞那麼多年 都是頂不順 好像那時候 前雷丁那個領隊確保 都說 不行 先休息一下 真是頂不順 太勞心勞力了 尤其是 你看看英冠都壓力很小 大哥 都很大 嘩 大哥 他欠升班 那一刻的壓力 全世界最貴的升班賽 還要是他踢密閘 踢四十二場球 是不是更厲害 以前英冠更厲害 24隊踢四十六場 那時候 更厲害 所以其實都 挺壓力的 還有呢 英格蘭最 講開又講 即是現在接下來 就 預計那個降班 大家知不知 有一件事 可能都略有所聞 就算英超球隊 升了班之後 如果降班 其實他都還有 英超的一些補貼 即是叫做補具金 他們叫做補護金 那以往就有四年的 四年的 好正的 其實他就保障了你的 可能發展了 保障了 保障你 可以再繼續 等你不要永不超生 對 或者簽了一些人 之後 就變成要賠償等等 那以往呢 是四年的 那現在 目前來說 每隊都很厲害 拿這個補具金 都有六千二百八十萬英鎊 那接下來 他就說 不如我們研究 我們給小年吧 因為可能在201617 球季開始 改變策略 就給三年 不過 那個金額 每年的金額 就會相應提升一點 這樣 那其實這個也是 不錯的選擇 我覺得 這個 其實都 所以為什麼英超 個個都欠上去 就是這樣 因為就算我降回 縮皮 我也要把 幾千萬磅 千幾萬磅 好 那第一節就差不多了 稍後回來再談談其他波